我現在就來幫美甄姐 第一個 不管你有多懶 髮子一定要先處理好 這是重點 然後我會建議 如果你是要夾公主頭 夾一半的話 你捲度可以下面 上面 下面 上面 這樣交錯 因為你夾了公主頭 它就會感覺很像整顆 整顆頭都是捲度 你千萬不要把捲度 只上在下面 然後夾一個公主頭 那就太死了 所以我就會這樣建議打起來 先捲 先捲 然後沒有技巧的 只要你捲得起來都好 好 重點是位置 就是尾巴位置 從髮中 對 第一戳這個我就從髮中 都不用抹東西 不用 洗完頭吹乾 吹乾 一定要吹乾 不然你頭髮你自己會燙到 好 燙到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好 第二個你就可以把它拉高 藉由你拉這個髮片的高度來改變你捲度的位置 大概四戳就可以了 然後第三戳 一樣 可以把它捲在比較裡面 因為這樣等下你夾起來的頭型才會漂亮 好的 要蓬鬆一點 對 那為什麼你都分直的 這樣直的一片一片 等一下 有的時候我們會用 橫的 橫的基本上捲度的面會比較寬一點 對 可是因為我等一下要做的是公主頭 頭髮是收到後面 後腦勺的 所以我的捲度要集中在後面的 這叫直的 對 直的 我們自己 很難 很難 直的 而且還要分上面下面 你可以分也可以不分 只是說 建議大家可以這樣分而已 比較有層次 最後一戳 髮中就好了 髮關捲 不會 它梳開還滿美的 老師 我發現你前面兩戳是往後 然後這兩戳好像是往內的 對 這也是往後 這也是往後 左右都往後 對 左右往後 所以它是不規則的 對 其實我沒有分什麼 我都亂捲 真的 真的 對 我都亂捲 好 這樣對不對 然後你看我們把它梳開 這樣它就好了 它就好了 那你等一下 我剛剛這兩戳是不是上到最上面 對 那你等一下這樣子夾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 就銜接 它這個捲度是不是很像 就是很順 很像美 對 所以這是一個小訣竅 然後因為美貞姐它比較特別是 耳朵的關係 所以因為它耳朵是比較 米蘿蜀 這算什麼 是的 招蜂的 對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是只要拿前面 前面這樣小小的就好了 你不要拿抓到後面這樣子 就會收到 就會太明顯了 收出太多 前面這個 一點點 斜上 對 斜上 一點點 然後你夾完之後 你夾的時候可以是鬆的 讓它的這個 這裡的頭髮可以平衡它的耳朵 這樣子它就會覺得是比較順 不能抓緊 對 不要抓緊 比例就對了 但如果你是耳朵是這樣子的人 就不要抓緊 我現在就幫它選 它頭髮咖啡色對不對 那我就幫它選這個粉色的 對 然後一樣 你不要說我只夾這一撮 放到這個髮片 上下動一下 為什麼 因為等下我們夾的時候 你看我這樣一拉 它就會有線條 本來是沒有的 所以你放上去的時候 上下動一下 然後再夾這一邊 兩邊就有線條 因為它這樣 它就會有這一個所謂的線條 那如果像美甄姐 我們要再抓鬆一點 夾完之後 兩側要再拉一下 我這邊可能要再鬆一點點 一小撮 一小撮抓 那我覺得美甄姐 比較可惜的是在它的瀏海 因為它瀏海很多斷掉的 就是短短的 毛毛 對 毛毛的 那我就會建議它 可以夾一點點 另外一種捲 弧度 往後的 這個 跟剛剛那一根不一樣 不一樣 平板 對 要用平板來做 然後也可以利用它這些頭髮 來遮掉它這裡的耳朵 耳朵的問題 也會比較好 都往後捲 對 往後翻一圈 對 但瀏海我根部是 這樣是往內嗎 對 因為我要它有膨度 看起來才不會那麼沒精神 所以鮮魚夾最好是要有一點準 對 最好建議 它原來是這樣 你看它就是 它這樣 瀏海這裡有膨度了 你就感覺會比較有精神 最後定的話 就是要用一點點 這是什麼 軟蠟 軟蠟 對 就是有光澤的 然後用你的手 去抓你要定的位置 因為你看它這樣子 好好看喔 然後你看它 就是整個你都很浪漫 好美 而且其實非常簡單 完全不一樣 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第一個 捲度一定要上下上下 第二個 上完了之後 我們再左右兩邊抓 在夾的時候 其實那個鯊魚夾夾進去的時候 可以左右動一下 要抓一個那個痕跡 對 才會有這個線條 OK 好優雅 好優雅 夾鯊魚夾也是有技巧的 先將法術分區上下捲 夾氣的時候 也記得左右微調一下 調整完看起來超優雅的 第四個 按也是 cold 放音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